北京时间12月23日凌晨 本赛季罚甲第19轮全面开打 巴黎圣日尔曼客场对阵洛里昂 最终大巴黎爆出大冷门 1比1逼平倒数第二的球队 年度收官战无援取胜 此战梅西继续颗粒无收 全场完成四次射门临近球 这是大巴黎本年度最后一场联赛 上轮2比0击败摩纳哥之后 积分达到45分 继续领跑罚甲积分榜 并且多赛一轮领先13分 提前锁定半城冠军 因此争冠压力不大 本轮联赛 大巴黎客场对阵 保级球队洛里昂 后者18轮紧急15分 排在积分榜倒数第二 近期遭遇一波7连败 上赛季大巴黎客场2比3告负 结束连续11年 不输洛里昂不败记录 首发方面 姆巴佩停赛和内马尔 因伤纷纷缺阵 大巴黎封线三差几 由梅西 伊卡尔迪 迪玛利亚领衔 维纳尔杜姆艾雷拉盖耶 坐镇中场 没有姆巴佩和内马尔之后 梅西率队控制比赛局面 控球率超过80% 第26分钟 梅西射门击中 球门力助弹出 这是他本赛季第6次种子 排在法甲球员第一位 第39分钟 洛里昂快速反击 蒙康杜特轰出一脚世界波 帮助球队1比0领先 这个丢球 是大巴黎本赛季 法甲丢掉第17球 是自2011-12赛季以来 球队在法甲联赛上 办成丢球最多的 此外 本场比赛大巴黎 被对手完成11次射门 也是追凭本赛季记录 此前对阵朗斯和克莱蒙 都有这样过 下半场异地在战 第56分钟 梅西边路突破后 送出妙传 无人盯防的迪玛利亚 推射打高 措施绝佳良机 第74分钟 梅西内窃后 远射偏出球门 第81分钟 梅西小角度射门被扑出 第84分钟 拉莫斯被红牌罚下 第91分钟 伊卡尔迪投球攻门得手 帮助大巴黎 1比1颁平比分 避免遭遇本赛季 罚甲第二场败仗 球队也是 差点在本年度 收关战输球 本场比赛 梅西单独带队 完成四次射门 没有进球 本赛季至今 尝试43角射门 仅打进一球 效率不高 完成四次射门 试